各位老铁们大家好啊 今天我们来看一看这群动物 这群长得非常像狗的动物呢 叫做野狗啊 野狗呢主要分布在非洲大陆上面啊 野狗它的毛色呢 是比较杂乱的 就是这么几只野狗 在一起它们长得 都是各不相同的 同时呢 它们也是群聚的动物啊 像类似于猎狗啊 这个野狗 野狗这种动物呢 它的成年体 体长大约有一米左右啊 身高呢大概就有半米 体重呢大概有 二十多公斤啊 也是比较小的 犬类动物啊 这个鳄鱼呢 它在水中埋伏着啊 想要来进攻这群野狗 但是呢 这群野狗却不上当啊 鳄鱼呢最后没有办法 只能冲到岸上面来攻击这些野狗啊 但是呢 野狗群也都是躲开了啊 鳄鱼呢也是进攻失败了 双方呢 双方呢就在岸边这样僵持着 只能在周围开始骚扰着这个鳄鱼啊 因为鳄鱼这种动物呢 它的咬合力和各种方面的其他进攻能力 是非常强的啊 野狗呢也是不敢轻易的进攻 野狗这种动物呢 它的前面的牙齿是很锋利的 用来咬断骨头等那种比较坚硬的 食物啊 鳄鱼这种动物呢 它是与恐龙生活在一个时代的 都是很古老的动物 同时呢 鳄鱼的种类也是非常多的啊 像我们国家特产的鳄鱼呢 是养子鳄啊 其中呢 还有比如说尼罗鳄 包括长稳鳄等各种各样的鳄鱼种类啊 但是鳄鱼这种动物呢 现在已经是比较宾微的 野生动物了啊 是比较少见的 最后呢 这群野狗也是成功把这群鳄鱼 赶回到了河里啊 鳄鱼呢也是回到河里 继续去狩猎其他的动物了 我们首先看到了 一只豹子跑到了树上面 豹子呢 也是看到了这个树枝上面的小鸟啊 我们看看豹子如何来捕猎这个小鸟 这一幕也是很惊险啊 虽然说这个小鸟飞走了 但是我们也是看到了豹子的厉害之处啊 最后呢 豹子也是成功抓获住了这只鸟啊 这个呢 在野外啊 然后这个豹子猛的一个起跳 扑向了天空中正在飞翔的鸟啊 这几个小短视频呢 让我们看到了豹子的爆发力是多么的强大啊 甚至都可以抓到在天上飞的鸟类啊 这里呢 豹子也是在抓捕这个游竹啊 虽然说豹子被这个游竹给顶飞了 但是他还是抓住了这个比较小的游竹 刚刚出生没多久的这个小游竹 这个视频呢 也是豹子在抓捕这个游竹啊 豹子抓捕成功呢 直接把这个动物尸体丢到了树上面啊 防止别的动物来抢食 这里呢 豹子想偷袭这个游竹啊 但是却偷袭失败了 这波进攻也是非常的可惜啊 豹子呢 在河边河水 反被这个鳄鱼给偷袭了 鳄鱼也是猛的出击啊 非常的凶猛这个鳄鱼 直接就把这个豹子给带到了水中 豹子呢 还在上岸上面挣扎 但是呢 这个鳄鱼咬住豹子的尾巴 豹子呢 也是没有任何办法啊 就这样被咬住了 还是在挣扎这个豹子 最后呢 豹子也是挣扎开了啊 鳄鱼咬的不是特别死 豹子也获得了生命啊 豹子想进攻这只小的脚马 但是呢 却让这个娇妈妈妈拿自己的脚给顶开了啊 豹子呢 这波也是受到了伤害 这波进攻失败呢 也是非常的可惜啊 但是呢 我们足以看到豹子的爆发力是多么的强啊 今天我来带大家看一看这个豹子狩猎游猪的精彩视频啊 这个游猪呢 他也是在这个小山堆的底下挖了一个洞啊 住在里面 然后呢 这个豹子也是发现了这个游猪的巢穴啊 然后躲在这个小山上面观察着这个游猪啊 这个豹子呢 也是准备着要出击啊 因为这个游猪他也是外出觅食去了 游猪这种动物他为什么叫游猪呢 因为他这个嘴的两边啊 长了这个四个牙 这个也叫做游啊 所以说他就这样得名的 这个游猪 这个游猪的家里呢 有这个刚刚出生的小游猪啊 豹子也是把这个游猪的家给偷了啊 这个小游猪呢 也是四三而逃 但是呢 其中有一只就这样受到了伤害啊 让豹子给狩猎了 豹子呢 就这样拿下了这个游猪 豹子呢 也是在制服这个游猪啊 游猪也是拼命的挣扎 双方呢 也是开始了打斗啊 当然了 在豹子的面前啊 这个游猪是肯定没有任何利息可以挣扎的啊 这个游猪呢 就这样死掉了 豹子呢 也是成功获得到了今天的食物啊 接着呢 我们看到下一幕啊 这个豹子与这个刚刚出去寻找食物的游猪啊 牛打在了一起啊 这个游猪呢 它有两个这个很锋利的游啊 但是呢 这个豹子是很聪明的啊 懂得躲避这个攻击 直接就从 这个下方咬住了游猪的脖子啊 游猪呢 就这样 窒息了 被这个豹子给咬住了葫芦 根本没有机会来挣扎啊 豹子这种动物呢 它的平均奔跑时速可以达到70千米每小时啊 奔跑的速度是非常快的 同时呢 这种动物 它是很善于上树的啊 豹子的种类呢 也是比较多的啊 有像美洲豹了 或者像花豹 或者猎豹啊 它的种类是非常丰富的 它们所分布的地方呢 也是各不相同啊 各个地方有各个种类的豹子啊 这个豹子和游猪呢 双方还是撕打在一起啊 还没有分出胜负 这个游猪实在是太能坚持了啊 最后呢 游猪还是让这个豹子给咬捉红楼 咬断了气给猎杀了 豹子呢 也是成功收获到了食物 生下了自己的孩子啊 这个小羚羊呢 刚刚出生 它还是没有任何攻击力的啊 接着呢 在远处就走来了这么一只豹子啊 豹子呢 是看到了这个小羚羊刚刚出生 应该呢 是要狩猎这个小羚羊啊 羚羊这种动物呢 它是一类动物的统称啊 这个羚羊呢 大概全世界的话有80多种啊 这个羚羊 这时呢 这个羚羊妈妈啊 丝毫没有发现这个豹子 已经离得它们非常近了啊 还是没有看到危险就要到来 羚羊这种动物呢 它的成年体啊 体长可以达到1米3左右 身高呢 大约也有70厘米 体重呢 大概有50千克左右啊 同时呢 羚羊这种动物 它的奔跑速度是非常快的啊 它的奔跑速度呢 可以与这个豹子相抗衡啊 豹子的奔跑时速呢 可以达到70千米每小时 而羚羊呢 大概率能跑到60公里每小时啊 也是非常快的 羚羊这种动物呢 它主要分布在我们国家的西藏附近啊 西藏和青海附近 我们看看这个豹子是如何来狩猎羚羊的 豹子呢潜伏到这个枯草里面啊 它身上的颜色呢 与这个枯草也是可以录为一体啊 然后呢 豹子猛的跑了起来啊 直接奔向了这只小羚羊 并且直接把这只小羚羊给铺倒了啊 小羚羊呢 就这样被豹子 咬住了脖子啊 这时呢 另一只豹子也是出现的啊 从自己同伴的嘴里抢走了 这个小羚羊 这时呢 这个小羚羊还没有彻底死掉啊 还是有一些生命体征的 豹子呢 也是在撕咬着这个小羚羊啊 最后呢 这个小羚羊 奄奄一息了也是 豹子呢 并没有直接把这个小羚羊给吃掉啊 这个小羚羊呢 也是喘过了气 想要逃跑 但是呢 却还是让豹子给抓回来了 感谢各位老铁们的观看 喜欢观看我视频的 请多多留言加点赞 请多多留言加点赞